在美伊冲突的关键时刻,伊朗最强盟友俄罗斯近日释出重大讯息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俄罗斯军方司令卡拉卡耶夫表示,先锋导弹已经被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开始结装。 据悉,这款导弹可以飞行6200公里,并成功击中目标。 飞行速度可达到27马赫。 在抵达目标之前可以多次变换轨道,避免防御导弹打击。 据有关军事专家分析,先锋导弹飞到美国华盛顿,只需要15分钟。 而美国现役的防空导弹将无法拦截,可谓是形同虚设。 这款导弹可能会打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平衡。 同时俄罗斯此时公开表示开始结装。 也是为了伊朗对美国进行威慑。 图 先锋导弹操作模式 据悉, U-2100N洲际导弹是先锋导弹发射在聚。 其实施不证为,先将先锋导弹发射到10万米高空。 当导弹达到这一高度将启动冲压发动机, 从而促进导弹进一步加速。 据先前有关资料显示, 导弹在进入滑翔阶段之后, 最大速度为20马赫。 如果导弹按照20马赫的速度来飞行的话, 从俄罗斯发射到美国华盛顿只需要15分钟。 而俄罗斯现役的洲际导弹飞往同样的地点, 则需要花费将近30分钟左右。 可谓大大缩短美国反导系统的预警时间。 图 先锋导弹爆炸威力 要说更惊人的还在这里。 在今年年初, 俄罗斯副总经理曾透露, 先锋导弹的速度已经达到27马赫。 同时它还表明在这种速度上, 世界上任何一款反导系统都无法成功击毁。 并且具有关人员透露, 这款导弹拥有出色的机动性, 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实行打击, 还可以采用机动变轨的方式, 极大避免防空导弹拦截。 具有关军事专家分析, 虽然美国拥有先进的萨德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, 但是在这款俄罗斯先锋系统面前是如同虚射。 图 俄罗斯出动图95战略轰炸机, 在美国和伊朗, 可能随时爆发战争的时候, 俄罗斯公布开始结装这款杀伤力极强的武器, 可谓是力挺伊朗的态度十分明显。 早前俄罗斯就曾派出 俄罗斯架图95战略轰炸机, 直接在美国防空领域附近叫嚣, 对美国发出警告, 在中东地区不要肆意妄为, 而此时公布开始结装先锋导弹, 可谓是给了美国当头一棒, 因为美国现役防空系统, 是无法拦截先锋导弹。 因此, 美国对伊朗采取措施时, 将会束手束脚。 毕竟伊朗最强盟友, 并不会放任美国在中东地区逐渐做大。